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上呢 隐喻了很多内容 只盯在骨开来杀人 提到了经济利益 但他没说是多大的经济利益 提到了勃呱呱 但没说是否把勃呱呱引回到北京 换个角度讲说 中共的高层的决战时期到了 而在借助官方民间的公开的媒体 在表达各自的意思和在相互在打斗 有点像拳击赛 就是说大家跑到这个美国曼哈顿 麦德森这个广场去进行拳击 世界重量级拳击比赛 那是公开的 你一拳我一脚 我感觉就有点这意思 所以当中生罗生一响的时候呢 大家就开始出拳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拳就是这个 那所有的人就在问第二拳怎么办 就是薄熙来会怎么办 德国之声写了一篇文章 我个人觉得呢 他分析的比较透彻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薄熙来并非唯一既得利益者 这是德国媒体的一篇文章 是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 27号的评论 上来就说起诉古开来 让人都在猜想薄熙来的命运 此案不仅关系到谋杀和腐败 更关系到中共内部 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中国红色贵族 没有人不得意于中共独裁统治的 并且是以被统治者为代价的 短短几句话说的老清楚了 短短几句话点明了今天 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社会的环境 这是真实的一个环境 文章的德文翻译过来 他上来提到说 谋杀的指控应该有足够的分量 然而观察家们马上就问到 这对薄熙来的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被共产党关押在人所不知的地方 中纪委要判断能否交给司法系统 党似乎不想将薄熙来迁入到谋杀案 然而不透明的金融业务以及腐败 可能会牵连到他 抱有怀疑态度的人甚至认为 薄熙来会因为他在民众当中 依然受到很大欢迎而蒙混过关 但是他被总理温家宝公开的激烈的批评 以及党的许多同志对他的民粹主义的恐惧 说明事情本身的发展可能恰恰相反 他这里直接提到就是说呢 谋杀案似乎要放在谷开来身上 跟薄熙来没关系 但是我刚才他也提到 但是有关赚的钱你怎么解释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记得在两个星期前有篇文章提到 薄熙来家族赚的钱 如果完全翻个底朝天的话 可能牵扯到另外100个中共高层的不同的家族 那道理很简单 如果谷开来往外转了60亿美金的话 那在他家里头是不是有200亿美金 而薄熙来家族他们家在赚这200亿美金的时候 不是他一个人印票子印完了装沟里 对吧 他一定是透过生意透过关系 就会影响到整个中共的内部的很多的家庭 因为薄熙来不是陈希通 不是其他的人 薄熙来的家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过程 这样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一个各个中共传统的掌握权力的不同的家族 都跟薄熙来赚钱的时候有关系 所以你杀了一个 就是我说你低了一个就低了出一串了 这就是可能是胡锦涛真正惧怕 又想把薄熙来隔裂开来单独处理他 原因很简单 薄熙来是最共产党 而温家宝也好 胡锦涛也好 在他的眼睛里是打工的 薄熙来看不上他 而今天正是因为薄熙来看不上他 和在过去的时间里头曾经公开挑战过他们 所以他们内心个人的那一面感情上 很恨薄熙来 而其他的一些家族和太子党 个人的能力上超不过薄熙来 所以同样也恨他 所以大家伙一块恨他 所以今天倒个机会给薄熙来弄了 弄完之后呢 突然发觉又没办法弄 因为如果一旦掐死薄熙来 把他的底儿朝天的话呢 就会连泥带土所有的人都会倒进去 你就必须抛掉共产党 胡锦涛又不愿意抛弃共产党 又不愿意有所作为 而其他的家族们呢 也意识到呢 如果这么干呢 我们就证明共产党不合法了 可是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赚钱 他就不能这么干 而当他不这么干的时候呢 今天就对薄熙来来讲呢 就很难办 这就是现在的场面 文章接着讲说 党媒试图将起诉古开来 描绘成正常的法治社会的程序 他是司法也不畏惧权势的一种典范 但是与之相反的就是 对薄熙来古开来的调查表明 法治国家在中国是子虚乌有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 是听名于这独裁的中共体制的 决定薄熙来的命运 也包括古开来的命运 这是政治 不是司法 对古开来的诉讼 无论愿意和不愿意 都会成为公审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呢 古开来自己家里面 请的律师呢 已经被明确拒绝了 他讲说 无论愿意和不愿意呢 对古开来呢 都得是公审 其实我相信对薄熙来同样是 因为他要对大家伙有个交代 他不交代 他交代不交代都得有个交代 正像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析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一个势力能够掌控现在的局面 控制不了 这个控制不了 就是表现出来的现实的状况 你让我说 天灭中共就在过程当中 披露出中共的丑陋的真相 在具体的事件当中 在无可解释的事件当中 就在唤醒着人们 让人们看到中共的邪恶的一面 那文章接着讲说 针对古开来谋杀的审判 和可能对薄熙来腐败程序 在时间上过于重合 额外给共产党本身带来很大的负担 共产党正面临的任务是 在自己的阵营里打击腐败 同时不让人们看到形成 这样人的腐败 是共产党的罪孽深重的 一种直接的表现 薄熙来不同于 以往其他被剥夺权力的高干 是个更难处理的案子 因为他在党内和民众之间 享有着支持 他的追随者当中 就有人说 对古开来谋杀的指控 就是党内阴谋的一部分 对古开来形式上的指控 只是重新激起流言蜚语而已 为了禁止讨论互联网的审查 有很多事情又重新做起来了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当你胡锦涛 温家宝 或者党内的其他人士 支持对薄熙来的制裁 是出于自己对薄熙来的愤恨 个人的情感 而不是从共产党本身的体制 透过薄熙来的案子 表现出来的邪恶的一面 你就遇到麻烦 你就是阴谋 因为你并没有去面对现实 面对真相 你并没有按照实际的情况 和真相的情况 对整个社会进行交代 那你把你叫成阴谋 是一点不屈的 这叫在我的眼睛里 不识时误 逆天意而为之 很麻烦 而奥地利的新闻报 在同一天写的评论也明确讲 薄熙来的案子实际关系到 是中共党内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你维护共产党 你就无法让人阻止人家这么看 权力使人堕落 那这个道理人所共知 总是得到实证的 在这方面 中国提供的直接的直观的材料特别多 眼下正在被清算的 中共的人民领袖薄熙来 与他的妻子鼓开来 直接关系到 谋杀金钱腐败 堕落 尤其关系到 中共内部的 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因为在薄熙来的 升迁和跌落的传说中 不可忘记的就是 他绝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在红色贵族的成员家族当中 大概没有一个人 不是得益于中共独裁统治的 并且以被统治者作为代价 说得非常明白 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 是他们的 而这个极少数的家族统治者 为了积极之力 相互打杀 相互打斗 今天谁也吃不了谁 出现了今天的场面 换个角度上说 今天演戏的不是老百姓了 老百姓是观众 中共少数的几百个家族 成为了台面上 舞台上的表演者 在表演着你死我活 人间最丑陋的一幕 老百姓就应该认清它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